人间那是闹得完的 从此这个火焰山它就成了中年热浪坤木的一个例子 嗯这是人们听的最多的一个说法 不过呀在当地唯独老乡的这个嘴里 火焰山的来历那可不是这样的 按他们的说法呢 火焰山之所以这么热 那是因为在山的深处住着一条能喷火的恶龙 恶龙嘴里呼呼的一喷火 整座山它就热 当然这两个说法听着都像是神话 可是唯独老乡说 恶龙的是那可不是假的 他们有证据 证据 什么证据呢 原来火焰山的南边有一片戈壁潭 戈壁潭里头呢有一个洋海村 我们知道戈壁潭上经常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他不但能够喷火 还会吃人 恶龙他肚子饿了 龙尾巴一扫 他就先进大黑风 把人卷到龙嘴里 等吃完人肉 龙嘴一张 又是一阵黑风 这人骨头 诶 就到处都是了 啊 吓人吧 不过呢 前几年开始 这恶龙的传言说 那算是消息 为什么呢 那些人骨头的来历 搞清 那年 因为阳海村的坎尔井 他被堵 当地村民 他就下到这个井里面去疏通 没想到这一挖 诶 竟然挖出了不少死人的骨骸 还有衣服的残片啊 草罐啊 木盆之类的东西 一看这个情况 当时啊 人们那是祸子 难打祸 感情 黑风刮出来的那些个人骨头 他不是从恶龙肚子里面出来的 而是被这个沙尘暴啊 从地底下刮出来 换句话说 这地下 有骨木 像是传道乌龙气 乌龙气一个文物贩子 来过来来收购 把这东西可以给钱 好的彩头 你十块一般的关给我 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阻止下 这生产的四个小队 意外当然都参与其道目去 盗墓与反盗墓 一直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演得很激烈 就是像那个爹中爹一样的 甚至呢我们自己的管理人员呢 都参与到里边去 不光是我们啊 甚至包括我们的执法人员 最后呢也是为利益所动啊 也都是这个把手呢也伸到了这里边 发现古墓那是好事啊 可要文物权便宜了这盗墓贼和古董贩子 那还不如让他们埋在地下 为了保护阳海村古墓 国家决定组织一支考古队 对阳海古墓呢进行抢救性的发展 这位就是考古这个负责人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吕恩伯 老吕呢从事考古墓案30人 新疆地区各种各样的古墓 那是见过无数 可阳海村这样的古墓 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阳海村地呢很特别 你说地表上呢 就不看不出任何的墓盘 他竟没有 他竟不看不出任何的墓盘